全部收起来嘛 人家不要卖铲子不要卖铲子嘛 赶新价 我们死了 吃的人死不是我们死了 为了克服市场上白米供应短缺问题 农业与食品安全部根据1996年 稻米与白米批发与零售条例第十一 B条规于上周宣布限购白米 规定个人或商家限购100公斤 本地白米既起生效 这或许对个人或一般家庭来说 影响不大 但对饮食业者来说 会有多大的伤害呢 来说两句 听听这些业者的心声 三十 进口也有本地也有 我们是大概两到三天会买车 一多是二十四天 三十天这样 二十多三十天 进口了啦 我前面用进口了 用泰国香米嘛 三天咯 三天又没有什么地方放嘛 三天嘛 一次咯 一个礼拜拿二十包 这一天 一天服务靠的 二十八昂 一边 五十五 五十五 它影响不大对 可能目前它还有旧货 然后 然后 涨价的问题就还没有出现 近期它是一路 换包装它就一路涨价 從我26塊買到現在29塊 然後目前他講他還會再漲 漲到多少沒有人知道 因為到時候他現在他還沒有出來那個米 不夠公量啦 目前都還沒有看到他有過元 現在我知道價錢他跟我講 剛剛講到了 講好了 漲十塊啊有些漲十幾塊 換起來另外一種喔 也是一樣是也是一樣是泰國米了 不過是另外一種罷了 下個禮拜就知道了 現在暫時他是沒有米了 這個禮拜是沒有米 很多米都沒有出來 等下個禮拜他們肯定了 可能價錢他們就跑出來了 跑出來了的 全部收起來嗎 現在暫時不要賣錢嘛 等薪假怎麼辦 我們死了 吃的人死不死我們死了 上海賓已經請了五六塊錢了 十三次了 然後政府公司公司的時候都沒有用了 現在他們又擠掉了 空軍都不買了 現在再多一個月後 他們又再擠了三十八千 現在十幾塊了 真的擠了 這三個月裡面是十幾塊了 差不多十六塊了 當前三個月還沒有擠的時候 是 差不多是應該三十 三十一三十五塊 現在他擠了 那個擠了五六塊錢 變成有三十六塊的米也有了 現在他要擠了三十八千 又變成四十六塊了 你當時不通了 他的價錢都不通了 就把米四十六塊 四十六塊 四十六塊了 所以怎麼會變得很吃力 每個月米錢都要多錢 一千塊出來 你現在把錢也是拋不到的 本地米的價格自十年前一直保持在二十六令吉 而本地白米為每公噸二千二百五十令吉 即每公斤二十二令吉五十千 消息說 面對各種成本增加 批發商每包十公斤白米僅賺取三十千的低利潤 因此 進口米的漲價對米商來說比較有利可圖 但這樣的情況一直下去 大家豈不是要吃桂米 想肉肉餵一句 媽咪 我們還有飯吃嗎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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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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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仍然不足,只能购买100kg, 仍然不足,仍然购买5G,2G,1G,这样的行为。 饮食业者感叹,本地米和进口白米都有不同的涨幅。 目前唯有保持观望的态度, 希望有关当局能够稳定白米供应。 中国报,清明声,关心明声,我们下期再见。